可能是哪一次更新的 往往有行進到的地方 可能是很關係 就是現在這個 對 再弄一次 好,那你現在到線上教室 那你就進入線上教室 這個 那我們現在講開課好了 就我的課程 教務開課 然後現在的學年度 第109年 對 第二學期 真的每學期都要做的 好,那現在這個前面沒有點點 代表你開了 所以呢你要點這個還沒有開的 然後就要把它 那可以一次點很多個嗎 沒有辦法 一次只能做一個 對,但是我有建議教育局 這個看可不可以改成 上面全部一次開課 對,我們已經有建議了 好,那這個 對阿,就是老師 像你們這樣的意見 然後我們就可以反應 那如果大家都沒有 這樣已經好了是不是 這樣就開完了 那你就可以繼續開 喔 對 它畫面也不會跳掉 好 然後你可以就是一次就把它點完 再把它點一點 所以要安心把它弄完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我們已經有建議 可以這樣子來 好,那我先點完 好,那我先點完 那我可以給你們那個建議 你們看一下很多的機會嗎 我們可以像新北市一樣嗎 我們 我發現我來台北市後 我發現我們的那個 各種 資訊方面的一些 不管是請假 各類延期 延期還跟普通延期 跟各教延期 還有什麼什麼 長期系統等等 我們別常加入 我們帳戶太多了 所以現在有單一簽錄啊 單一簽錄 現在台北市就是單一簽錄 對,單一簽錄 那個就可以做成立 是啊 所以台北市是有做單一簽錄的 這就是你以後看到單一簽證 都可以用單一簽錄 那現在我們所有 像包括這個也可以用單一簽錄 是啊 這個就是要用單一 而且是一定要用單一簽錄 你如果沒有單一就沒有紀錄喔 好,了解 就是現在你的校務系統 然後可以用單一 像好像只差那個吧 就是公文系統 跟文文的請假系統 還沒有辦法 請假系統是需要看 因為請假系統是叫一步的 它是人事的 所以不同部門 只要是台北市的 基本上都有概率 好,了解 謝謝 那你現在沒有點點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全部都開完了 那你就時候可以選一個好了 我們再選 再回到 返回課程 那你選一個班來做 其他都用複製的 好 選一個 所以這邊也要 這邊不用了 你已經開完了 你現在開好的課程 都會在這邊出現 都會在這邊出現 然後選一個班 對,你選一個班 對,你選一個班 好,選這裡 這個其實真的比較建議用電腦來做 它有點像是你的課程 然後呢 然後先隨便做一個 就是你的課程包啊 就是教材 就是你現在 你在上課的時候 學生可能會有教課書嘛 然後會有一些講義啊 那我們這個平台 你就會把它想成是 講義下載的地方 所以這邊就看你是什麼 譬如說我影音的話 對 我隨便一個好了 我只要複製 譬如說我影音 我複製連結就可以了 對 或者是你的學習單啊 然後你希望學生繳的作業啊 就是都放在上面 那而且它背後就是有學習分析啊 其實 我覺得功能還蠻完整的 現在已經複製這個YouTube的連結 然後這就是影音教材嗎 你可以是有兩種 影音教材是一個 然後一個是線上連結 那我會建議你選影音教材 然後你往下 那現在這個是張建議 這個名稱你可以自己改 老師可以就是 就是 對於這個影片的說明 然後給它一個標題 這樣子 譬如叫包高中 嗯 嗯 好按往下 因為 因為這個真的 好你這影音連結貼在這 喔所以剛剛那邊貼錯了 那個是你對這個影片的說明 喔 或是說 你可能會給學生一些指導語啊 比如說 請 至少把觀看哪裡影片 然後說出心得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只是你的指導語可以放在這 喔 那你不寫也無所謂 因為這一個 這一個欄位 它你如果用電腦版卡 它它是一個非必點的 了解 好 然後 喔 好 然後按 然後等一下喔 老師你可以幫我放大一下 好 然後往下 那這邊就可以設定一個學習指標 學生要看完你這影片的百分之多少 因為有的人可以點開 嗯 他沒有看 那看百分之八十 才算合可 看百分之八十 它這個才算完成 所以按儲存 或是你要看百分百 這邊就可以調就可以 然後按儲存 好 現在好了嗎 好了 這個 那學生就要進來看 那你如果要再新增其他的學習活動 你就點 那你是要放投影片上去呢 還是什麼都可以 這個都是可以自己再玩一下 那我只要複製 現在應該這邊就會自己弄 對 然後複製到別班了 複製到別班 嗯 在這個三個點點這裡 對 三個點點 然後複製章節內容 好 那你可能就是你只要複製這個的話 反正就是自己勾 好 然後再來就下一步 好 這時候你想要複製到哪些班機 這裡就有權限了 好 你就可以 那我 但是你會 就是你就這樣點點點 然後下一步就全部都複製好了 喔 這個 好 那這樣按 確定 欸 它哪邊確定在哪裡 喔在這裡 下一步 對 然後這樣是好了嗎 嗯 因為你真的是那個 所以就看不太棒 你要點開始複製 好 然後你再看一下 應該就好了 成功 剛剛有看到成功 對對對 這樣就好了 對這樣就好了 那這邊下一步 就不用了 因為剛剛表演已經滑到上一頁 所以已經好了 對 你可以現在去其他課程 好 那我按取消 你可以先取消 這個不好用 好 那你現在回到 好 點這個人頭 然後點我的主頁 我的課程 好 那你現在去任何一個班喔 嗯 都有你剛剛那個 那個東西 好 測試一下 譬如說去9111 就都有這個 這樣就ok了 整套流程是差不多 變成老星星 你剛剛有十幾個班 你每一個都要去刪掉 喔刪掉 那刪掉是按這邊 是怎麼刪掉 刪掉的話 你就是右邊有一個垃圾桶 然後每一個去刪掉 因為你剛剛點了全部 所以我才會說 你做好一個班 然後再去複製 了解 對 就這樣 其實我覺得不難 那剛才說的 你要求學生看百分之八十 才能打工嗎 那你自己在檢視學生的 學習狀態的時候 就是用學習分析 那你就可以看到 學生的完成度 你剛才設定的這個張傑依 沒有人去看 都是百分之零 那如果他有做到百分之八十 他就會被打工 喔喔 大概就是這樣 可以玩一下 那最後 譬如說我只要再改一下那個 還可以再回去改嗎 改什麼 譬如說設定百分之幾 可以啊 那要怎麼去弄 可是你現在 你現在每一個班都要 我還是建議 我還是建議你那個全部都 不然每個都要 對 那我只要 剛才的這個活動 點進去 在這邊key in就好了 對 在這邊做修正 等一下喔 這邊 右邊有一個編輯 然後下面 一樣的東西 然後就是改 這裡就好了 對對對 了解